近日,易泽关于向左打脸李小龙模仿者的消息在娱乐圈炸开了锅 粉丝们纷纷表示,向左这是要亲自上阵给模仿者们上一课吗? 原来,这件事还得从一个李小龙模仿者的表演说起 这位模仿者在某次活动中,为了还原李小龙的经典动作 一不小心用力过猛,直接把自己的脸给打了一下 场面既尴尬又好笑 这事一出,立马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,大家纷纷调侃 这模仿的也太逼真了吧,连打脸都模仿的一模一样 可向左可不乐意了,他专门发了个声明回应 要模仿就要模仿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但打脸这事,可不是咱们李小龙妮该做的 他解释说,大家讨论的打脸其实是个梗 是最近大家模仿他自己打自己脸的一个玩笑 可不是真的要让模仿者去打自己的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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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